大家好,我是Camp3,好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其實每年的3至4月 大家都可能會發現我會消失一段長時間 因為要照顧一些準備應考的Form 6同學 處理完他們之後又要去做一些很煩的Admin工作 搞到現在才有時間和大家去做Sharing 今天我們將會做的就是Equation Balancing 有些同學尤其是高方的可能就會說 很簡單,應該沒什麼要去學 其實大家都肯定會在測驗或者考試 是遇過一些Equation是特別煩的 又或者有些老師可能會出一些挑戰的Equation 給你去Balance 如果你進去測驗考試的時候才慢慢磨 這些Equation Balancing的題目幾分? 一分的 你用這麼長時間去磨一分的題目 其實就沒什麼效率的 但是你只要學會以下三個要點 在Balance Equation的時候 留意這些項目 在Balance任何的Equation 你都會很簡單地做得到 到最後我還會跟大家說說 Redox裡面的Oxidation Number 如何可以把一些最複雜的Equation 很快地Balance 好了,我們正式開始了 那有哪三個要點呢? 第一個要點,單數的數字 我們一定要Balance 什麼叫單數的數字呢? 我們一條Equation裡面 有Reactantside和Protoside 如果Reactantside或者Protoside 裡面任何一種的Atom 他們的總數是一個單數的時候 就要率先處理它 當中尤其是三是需要特別照顧的 待會大家在例子裡就會看到 那當然啦 在一條Equation裡面 未必只有一隻Atom 是會有單數的數量的 可能就會多於一隻 甚至乎更加多都不出奇 當中我們怎樣去取決 它哪一個是要Balance呢? 經驗之談 H和O呢 通常我們會放在後一點去處理 因為很多時候 H和O都會在有幾隻Compang裡面 如果你是打算Balance 你會發覺Balance來Balance 東西動來動去到最後 什麼東西都Balance不到 所以H和O留到最後才有 還有就是一件事 如果條Equation裡面 牽涉到元素的話 元素就一定放到最後最後最後 更後於H和O去放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元素只有一隻Atom在裡面 你去Balance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其他Atom的數量 所以找它來埋尾 一定是最正確的 好了 我們看一看例子 首先第一條 AlmO和Iron 變成了Fe3O4和Al 根據我們剛才的三個重點 就是元素最後才搞 Al和Fe我們都不搞 即是換句話說 先搞O O左邊有三個 右邊有四個 正正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單數搞線 OK 這個時候怎樣處理呢 就是用大家小學的時候 學到的最小公倍數 OK 大家看到3和4 最小公倍數就是12 我們在左邊的AlmO Oxer那裏 就乘回4 給它 然後這裡乘回3 給它 就已經搞定了Oxygen 到最後當然是搞些元素 元素是不會影響到其他Atom的數量 是嗎 右邊的Iron有9個 這裡包回9 左邊的AlmO有8個 右邊就加8 給它 那就已經完成了 這條很簡單 同學如果想去挑戰自己 看看自己 bar equation 快不快的話 當然可以按停條片 來自己試一試 第二個的例子 是 Almium sulfide 和sodium hydroxide 這次沒有元素 那次我們就要探索一下 裡面的Atom 哪一個有個單數的情況 又或者 是取決到底哪一個要先處理 我們先看看Almium Almium Almium在reactant size有兩顆 接著在protecide一顆 有單數的 但是是否先處理了呢 我們先看看下面 然後去到sodium sodium左手邊一顆 右手邊兩顆 咦?大件事 要想一想 不過不要緊 再看下去 跟著再看sulfur sulfur sulfur左手邊有三顆 右手邊一顆 見面都有三嗎? OK 三一定是優先處理的 好大機會 我們就要先處理sulfur 然後去到oxygen oxygen 左手邊 三三龜九 再加一 就是十個 右手邊 將會是六個 兩個都是雙數 肯定先不處理 再加上我剛才說過 O H這些 一定是最後才處理 除了元素之外 最後才處理 再看H 左手邊只有一顆 右手邊有三顆 你會看到 咦?出現了兩個三 那我們先處理哪個 都是剛才那句 H和O 我們遲些先處理 我們先處理sulfur sulfur 左手邊有三個 右手邊只有一個 我們就先處理sulfur 先處理sulfur 然後我剛才說過 oxygen 先處理 現在sulfur 在右手邊 變成六個 那時候 我們就要在這裡 乘回六 OK? 搞定了之後 到最後我們就 搞一個aluminium 左手邊兩個 右手邊 都要把兩個 然後到最後 我們試一下 oxygen 和H 是否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是很煩的 那些題目 我們就嘗試 用Redox的方法去做 但這個我們是不需要用Redox的方法去做 亦都做不到 好了 我們看左手邊 現在oxygen 這裡有九個 這裡有六個 總共是十五個 右手邊 一樣 三三歸咬九個 九個再加六個 又是十五個 oxygen已經搞定了 差H H左手邊有六個 右手邊都是六個 那條equation 就已經包好了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再做多一個 第三個就是 BE2C 再加上這個Water 再變成了Belerium Hydroxide 和Methane 那我們呢 又是一樣 這次沒有元素 逐個逐個Atom 看看他們的數量 在兩邊的時候 有幾多 BE呢 reactants 兩個 跟著Proteside 一個 然後我們再看 Carbon 兩邊都一 就沒什麼好搞 然後O和H O左手邊一個 右手邊兩個 然後H 左手邊兩個 右手邊兩個 那你會見到 其實主要就是Belerium 和Oxygen 我們需要處理的 但還是那句 Oxygen 就遲些處理 我們先調整Belerium 左手邊兩個 右手邊 就是乘2給它 對不對 那乘2給它之後 你會發覺 右手邊的H 數量 就會變成了8個 那我們水那裡 就要乘4給它 才包到H 那你就再一次會發現到 左手邊的Oxygen 就是1個變4個 右手邊 也是4個 全部包好了 Carbon也搞定 那就已經完成了 那就已經完成了 只要你跟著我剛才所說的 三個要點去做的話 其實你會發覺 很有系統地 將每一條的Equation 都很快處理了 只不過有些時候 你要Bar equation 的數字 超出了1,2,3,4的時候 通常用這三點去做 都很難做到 或者你要試很久的 那些的情況 通常會involve了 一個Redox reaction 例如好像第四條 那樣 第四條呢 如果你去Bar的話 用回剛才的三個要點 你都是搞很久的 那如果學了Redox的同學 我就會建議大家 用回Oxygen number去處理 相關的技巧 其實在之前的影片 我都曾經教過大家的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得 拿來用 跟大家重溫一下 首先 學了Redox的同學 都應該很快就能夠知道 哪些的Atom 在這條Equation裡面 有Oxygen number的改變 Sulfur作為元素 它變成其他東西 肯定有變的 它是零 然後Sulfric Exit Sulfur的Oxygen number 是正六 OK 然後 我們的Nitric Exit 當中的Nitrogen 是正五 然後Nitrogen Dioxide 就是正四的情況 OK 相信同學都應該知道 Oxygen number的改變 其實是indicate Number of electron transfer 我們見到這裏 就是六粒的Electron transfer 然後 Nitrogen Exit 那邊 我們會說 它是用了一粒的Electron transfer Electron transfer 是一定要平衡的 OK 一定要平衡 我們會說 這個Nitrogen Exit 前面 就要剩下六倍 讓它們的Electron transfer 就是有人扔了六粒出來 亦都有人收回六粒 然後 我們就應該會發覺 無論是這個Nitrogen 還是ulfur 暫時 現在都已經搞定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需要搞H和O 左手邊的Hydrogen 我們就會有六粒 右手邊 現在暫時只有四粒 如果你透過了動這個 如果有三粒的Electron transfer 就會連Sulfur都移動了 所以我們就應該在這個位置 填二給它 令到Hydrogen的數量就是六 當然我們都要重確一下 Oxygen的數量是否正確 左手邊有18個O 右手邊 這裏有12個Oxygen 再加上這裏有4個 總共16個 再加上這裏有18個 就全部搞定了 這次的Sharing就到這個位置 相信大家在用熟之後 都應該令到自己 Equation Balancing的速度上會提高 如果覺得這段影片有幫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你就可以確定不會錯過任何片段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如果覺得我的教學有幫助的話 也可以補我的Videocast 我們下次Sharing再見 拜拜